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勒贼金 自5月底提高债务上限之后 美国预算赤字维持爆炸式飙升的步伐 现在美国在营新债洪峰 财政部预计第三季度有价债权发行金额将达到1.007万亿美元 远超市场预期 创历史统期新高 美国债务利息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达到前所未有的1万亿美元 超过美国的国防支出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称 到2033年 美国债务将在10年内增加到52万亿美元 平均每天增加52亿美元 美债的增长速度将远远超过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这里的好处是 美联储大幅加息之际 美国私营部门净资产水平却是绝节攀升 失业率下降到数十年来的低水平 薪酬大幅增加 避免经济衰退 但与此同时 拜登通过大规模负债 让政府背负巨额赤字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 而损失最大的是美国国债持有者 数据显示 美国长期国债价格经历了最糟糕的时刻 潘兴广场资管创始人比尔·阿克曼谈言 他正在大规模地通过七成 做空30年期美国国债价格走势 即使为了对冲战事收益率长期上升对股市的冲击 也是因为预言获利可观 那是投资界的标杆 股神巴菲特似乎并不担忧 在汇域意外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引爆全球黑天空恐慌的两天后 这位茂迪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操作思路一如往常 仍在大量购买美国国债 伯克希尔上周一买了1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这周一又买了100亿美元 下周一的唯一问题是 再买100亿美元的三个月期短债 还是六个月期的短债 这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巴佬购买的是短期美债 因为短期类现金资产 目前风险调整后收益极高 风险收益比超过风险资产 二季度 伯克希尔所持的现金 现金等价物和短期美债 总结为1474亿美元 其中又超过1200亿美元 用于投资在美国短期国债中 在美联储的加息环境中 伯克希尔将大量现金 以收益率超过5%的短期美债形式存储下来 不仅巴菲特 许多现金投资者都在这么做 从巴菲特看好的三个月或六个月 美国短期国债需求望省这一点 就能看出来 例如本周的六个月期国会券拍卖 就产生了2021年3月以来的 最高投资者需求指标之一 投标倍数接近于三 而持有派息票据来赚取定期回报 是巴菲特固有的长期投资思路之一 巴菲特长期以来一直将现金存放在短期国债中 以使公司能够灵活地支付灾难性的保险损失 并随时可以准备数十亿美元的现金用于收购 而阿克曼做空的是长期美债 是对长期通胀中枢的一种对冲 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投资的角度去理解是一路人而非对手派 有些事情人们不应该担心 持续购买美国国债的逻辑就是其中一件 反之上毕竟美元还是世界硬通货 以及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 基于这一点政客不会收敛开支 只会想着如何转嫁这些风险 不管是通过战争 豪取还是豪夺 反正只要能把风险转移出去 就是他们的胜利 如果有一天美元真的失去信任 到那时也许就真的是遇到麻烦了 本周日本央行公布 7月份货币政策会摘要 在7月份的利率决议上 日本央行提高了日本国债收益率的有效上限 一度引发了市场震荡 目前市场人对日本央行的调整感到担忧 尤其是在美债收益率飙升之后 这里互相关系的逻辑是 全球市场有些紧张 担心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 将意味着日本投资者把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 而作为美债大金主 即日本投资者 需求减弱 或令美债价格扩大跌势 下面我们来看被市场错杀的一支个股 Broker公布第二季度盈利和收入超出预期 其消费者现金应用业务季度表现强劲 截至6月30日之期间 经调整后的Broker收益为美股39美分 较少年同期增长116% 分析师预计美股收益为36美分 此外Broker净收入增长26% 达到了55.3亿美元 其中包括数字加密货币比特币的现金应用交易 分析师此前预测 营收为51亿美元 在收入增长的同时 Broker还很好地控制了支出 因此利润能力优少提高 事实上 与今年第一季度一样 所有的业务似乎都表现良好 公司收入增长强劲 盈利能力提高 所有业务线均表现良好 Broker股票在财报发布后最初上涨 然后暴跌 推测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点 第一 其关键财务指标的最新前景令一些投资者感到失望 例如第二季度的一项指标略有下降 商户客户的总支付额增长40% 达到542亿美元 略低于预期的545亿美元 第二点 在财报中 第二季度收入为55亿美元 其中几乎有一半来自于比特币 比特币在第二季度表现不俗 价格上升 比特币的波动确实有助于交易收入 但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 有大量的比特币风险倡口 比特币收入和毛利润的同比增长 是由出售给客户的比特币数量增加推动的 但这方面的不确定性较大 第三 由于市场从支付行业领头羊PayPal的业绩中 得到了负面暗示 导致市场对其同行 普遍采取了风险厌恶的态度 弱势持有者纷纷出逃 股价来看 Broker仍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盈利并未证明其估值是合理的 这对价格形成了一定的压制 许多季度以来 公司都没有盈利 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算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按照调整后的会计准则计算 公司已经实现了常规盈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该公司的收入增长强劲 但是总体而言 盈利仍然偏低 但盈利也正在改善 估值也在回升 Broker需要盈利持续增长 估值才能真正的具有吸引力 好消息是 公司有很多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仍有很多的增长途径 运营费用随人的增加 但也不像过去收入激增时那么多了 尽管在刚刚公布季度财报后 股价下跌 但我们认为 市场不合理的贬低了Broker 第二季度的强劲执行力 考虑到其增长潜力 Broker的远期估值倍数 又回到了有吸引力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 这只股票已经开始适合短期交易 市场的抛售力度 为逢低买进者提供了绝佳的买入机会 我们认为可以在股价下滑时买入 在60美元左右的价位比较安全 最后来回答观众问题 为什么OpenDAO的股票大幅下跌 在这次财报中 OpenDAO超出了季度预期 但提供的指引疲软 由于房地产市场大幅放缓 OpenDAO的收入也是大幅下降 该季度收入下降超过一半 售出房屋下降近一半 而购买房屋则下降超过了80% 当然原因也是很明显的 较高的迪欧贷款利率 给房地产市场踩了刹车 该公司表示 自去年6月以来 其经营风险利差一直在上升 这导致其放缓了购买速度 从根本上讲 OpenDAO在调整业务的过程中 还没有从困境中走出 其调整后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亏损是1.68亿 而对比去年同期为利润是2.18亿美元 好吧 调整后的每股亏损是0.3美元 好于超低预期的亏损0.38美元 OpenDAO预计 第三季度收入将进一步放缓 预计为9.5亿至10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三分之二 远低于预期的13.6亿美元 公司预测调整后损失为 6000万至7000万美元 比第二季度有所改善 但是利润率又有类似的损失 OpenDAO的商业模式尚未得到证实 一旦房价开始下跌 Celo Group和Redfin等同行 就已经推出了房屋翻转行业 股价来看 最近从底部上涨极快 存在大量的获利盘 预计该股短期将陷入困境 继续消化财报中的不利信息 直到该业务证明其可以稳定且有利可图 但是中期来看 趋势开始向好的一方面改进 特别是如果利率下降周期来临 股价将有望进一步翻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在9月利率会议之前 还有两份通胀和就业报告 因此 9月利率决定仍然会依赖于接下来的数据 美联储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发出信号 根据美联储点阵图 美联储仍有可能在2023年再次加息 如果美联储再次加息 并且从现在到年底没有发生信贷事件 市场将重新审视利率途径预测 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周投资顺利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